为什么这个出租车能够做到百万公里无大修 然而家用车却不行 其实很简单啊 首先来讲出租车的一些车型 基本上都是一些低端车型 它本身就是比较皮实耐用型的 和咱们高端或者中端一点的家用车 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像我们这边啊 一般都是这个杰达和桑塔纳 你说这种车 它就是想坏 它能坏到哪里去吗 这个发动机1.4 1.5 1.6的自然吸气 配一个手动的 本身它就皮实耐用 平常就是换换机油 换换火花塞 正式皮带也就完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容易坏 除非是你这个技术不行啊 天天烧离合器 离合片 可能坏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遇到的很少 小区以前也经常修出租车 坏的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什么底盘件 轮胎刹车片这些东西啊 是比较容易坏的 但是这些属于易损件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出租车的发动机 它就能做到百万公里无大修 其实和他们的这个平常用车是有关系的 像这个出租车啊 它一天跑的公里数可能比你一个星期跑的都多 有一些出租车可能一天要跑三四百公里 甚至到一千公里都有可能 他们一个月可能就要换一次机油 跑的多的啊 半个月换一次啊 小区以前给我那些出租车朋友啊 换机油的时候 他跑了一万多公里换出来的机油和我加进去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简直就跟新的一样 然后发动机打开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的 那虽然说啊 它的机油加的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它换的频率高呀 它不像咱们普通家用车 可能你跑的少 但是你要一年才换一次 人家一个月换一次机油 你跟人家能比吗 如果说咱们普通的家用车 不管你是涡轮增压还是自然吸气 你要能像出租车一样 一个月换一次机油 然后天天在路上跑 其实你也可以跑到百万公里去 像小区以前也修了很多私家车 同样也跑了四五十万公里 也没有什么问题 发动机也没有大修过的 很多很多啊 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跑的太多了 尤其是在这个高速上面跑 这个散热效果是比较好的 它对发动机是有益处的 大家不要觉得啊 跑的越多 发动机就越容易坏 并不是这么回事 以前我有修过同款车型 他们同一年买的 但是那个跑的比较少的车 很容易坏 因为它天天都在城区里面转 每天行驶的这个公里数 不超过十公里 它跑了几年下来才跑两三万公里 然后同样一模一样的车 它兄弟买的那个车 人家天天跑高速 跑了十几万公里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烧机油 发动机声音也好听 它那个车反而都已经快烧机油了 因为它这几年时间也就换了几次机油 然而人家那个车跑了十几万公里 可能都坏了二十几次机油了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点啊 大家不要觉得出租车就不会坏 出租车几十万公里 也有发动机坏了的 只不过呢 他们修车的时候啊 肯定不会告诉大家啊 但是他不会对修理工说谎 一般出租车修车的时候 都是在晚上修的 不是在白天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几率还是挺少的 我以前一个晚上 就是把这个出租车的发动机给修好了 为的就是人家白天好继续上班 因为他们白天耽误一天 可能晚上也就跑不了 这个一天就浪费了 一天要损失可能上千块钱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在修 有一些出租车呢 它是改了这个天然气啊 所以导致了这个故障率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改了天然气之后 发动机的温度也会变高 温度变高了 有一些发动机啊 其实就不太耐用了 就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这下大家懂了吧 不是出租车神奇啊 就是说能跑百万公里无大修 只是说咱们普通家用车 根本就没人去跑百万公里 不是咱们家用车不如出租车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好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学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